这艘所谓划时代的航母上 应用的其他新技术 据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毛病 美国由于它现在 造成工业大幅的萎缩 系统不兼容的问题也会出现 从这意义上说 并不是说美国先进了以后 让大家很多人迷信才认为 一切都很成功 这种航空母舰 钢启航就趴窝意味着什么 由于你现在趴窝了 就成了一个拳头 变成了一个靶子 变成了一个靶子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今天的兵器灭灭关 我是罗旭 今天演播是请到的两位嘉宾 是曹卫东老师和李亚强老师 众所周知 美国是世界上航母最多的国家 除了有十艘 尼米斯基核动力航母之外 还有一艘福特号 核动力航空母舰 然而就是这艘福特号 它在服役之后 给美军带来的 并不仅仅是战斗力的提升 还有击连不断的麻烦和困扰 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017年 福特号航空母舰正式服役 成为首艘采用电磁弹射器的 航空母舰 福特级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 可在45秒内完成充能 并在2至3秒内 释放高达484兆焦的能量 可以弹射包括F-35C隐身战斗机 和E2D鹰眼预警机在内的 所有主力战机 也能调低输出功率 弹射起飞 黄雕鱼这类轻巧的无人机 理论上 电磁弹射系统的应用 能够大幅提高 福特级航母舰载机的出动效率 又可以省去蒸汽弹射器 复杂繁重的维护保养工作 降低使用成本 然而在福特号服役之后 进行的长达数年的测试中 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 可靠性远低于预期 美国海军本来要求 电磁弹射系统的平均故障周期 不得低于4166个起飞架次 然而2021年 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报告显示 这套系统平均每起降181个架次 就会出现故障 2017年5月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时 曾激烈批评电磁弹射系统 既昂贵又不可靠 后来又发出威胁 要将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 全部拆掉 换成成熟稳定的蒸汽弹射器 好 刚才短片当中说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说 要把这个电磁要拆掉 因为太不靠谱了 众所周知 福特级航母采用了许多的新技术 当然当中的电磁弹射器 是最知名 也是最引发关注的一项 不过从目前所有的消息来看 这套系统的可靠性 好像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 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雅强老师 电磁弹射器跟蒸汽弹射器 除了其他的好处之外 比方说它的能量的使用 它会可控 可以弹各种各样的舰载机 甚至无人机它都可以弹 明白 它的最重的最轻的都可以 都可以弹 因为我这个弹射力度 是可以比较好的控制调节的 不像蒸汽弹射器就那么一下了 那么只有这么大的力量 冲击力也好 或者是这个 它的弹射的力量力度也好 它是难以调控的 而电磁弹射器是可以调控的 这就带来一个 弹射种类的一种变化 我可以什么都弹 以后上来新飞机 我也可以谈 特别是以后无人化的作战平台 无人机上来 我依然可以谈 这是它的最重要的一点 但作为一型新的装备 以前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接见 从美军现在公开讲到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控制系统 它能不能够很好的 就把它更参数 传感器能够控制调控的很好 这个现在看也存了一些问题 还有本身元器件问题 甚至我们讲的动力系统问题 它的供电能不能够充分的保障上 它的充方电系统能不能够实现 它的弹射那种预期要求 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要把各个问题逐向解决 甚至某一个传导出现问题 都可能会使它整个的电磁弹射体 出现问题 因为电磁弹毕竟是要电力去传动的 那么很可能是多种技术问题 负荷作用 交织在一起 使它电磁弹射体迟迟不能达到 它的预期的这种设计指标 这是影响它整个部队 这航母的服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以它这个电磁弹射器 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而且刚才我记得短片当中 曾经提到过 原来对它的这个故障率的要求 是不低于4166个架次 起落的这个架次 但是实际上使用发现 哇 别说4000多了 181架次 电弹就出现了问题 所以就难怪 这个特朗普因为商人出身 对吧 他觉得这玩意太不靠谱了 说不行我就把它换回 这个原始的这个蒸汽弹射装置 所以曹老师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美国海星会不会真的痛下狠手 把这个先进的电弹 再换回原始的蒸汽弹射 那我想这种概率等于零 因为这个航空母舰 是一个庞大的作战体系 那这个舰载机 又是它的主要武器 那么采用电磁弹射以后 可以大幅度的提高 它舰载机每昼夜的起飞的架次 那这是提升战斗力 对吧 还有一个机型 因为将来无人机和更多的机型 会在航空母舰上使用 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呢 通常比有人机呢 它重量要轻要小 那你还是用那么大的一个力 它可能就散架了 电磁弹射 我就可以给你小型的飞机 或者轻的飞机 小的力 恰如其分 所以呢 这样是符合 就是作战飞机的机型的发展 是符合未来作战的需求的 那当然要改进设备 而不能限制机型 所以特朗普说的 这个干脆折腾回去吧 那你不考虑考虑 这个航空母舰上 可不就是一个 这个弹射器的问题 还有飞机呢 还有其他的装备呢 所以发展的角度看 一定要改 或者完善这种新技术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说人的思维 容易出现一根筋 但是我们倒不是说特朗普 但是的确在这个事情上呢 他可能想把更先进的东西 换回稍微原始一点 这个蒸汽弹射装置 恰恰是单线思维 这个因为航母是一个 锯系统工程 研发一个新的科技并不容易 但是它的这个适配性 其实是它的重大的优势 加强这个电弹本身的 这个靠谱性 就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 看起来呢 不管电磁弹射器 未来是否能改进成熟 美国海军部呢 要一条路走到黑了 但是呢 福特号遭遇的厄运呢 远不只是电磁弹射器 这艘所谓划时代的航母上 应用的其他新技术 据说也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毛病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哪些 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 福特级航空母舰 还运用了先进缆组装置 双波段雷达 先进弹药升降机等 多种新技术 在这之中 先进弹药升降机 可能是最令美国海军 感到头疼的 头号不可靠装置 福特号上 供安装有 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 负责将弹药 从顶层的弹药库 送上甲板 美国海军声称 电磁升降机 能以每分钟45米的速度 将10.8吨的弹药 送上甲板 而尼米兹级 目前使用的弹药升降机 仅能以每分钟30米的速度 运输4.5吨的弹药 电磁升降机的效率 是传统升降机的两倍之多 然而在实际使用中 美军发现 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 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 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 适配也没有做好 出现了无法操作等兼容性问题 直到2021年年底 11部先进弹药升降机 才全部投入使用 除了电磁弹射 先进拦阻装置 先进弹药升降机 和双波段雷达 这些高大上的新装备 问题频发之外 福特号的一些基础设备 似乎也出了毛病 比如厕所 由于厕所频繁堵住 福特号的舰员 一度不得不使用瓶子 来解决需求 目前福特号航母的花费 已经超过133亿美元 超支于30% 对此 由美国媒体对美军现役 以及建造中的航母进行评选 福特号航母 由于造价昂贵 高故障率 战斗力形成缓慢 被评选为 美国史上最差航母 好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盘点了 福特号航母上 毛病频出的各种系统 从这个高大上的 电磁升降机 然后再到双波段雷达 再到最基础的厕所 似乎能出的问题 都出了一遍 所以两位老师看来 这个福特号航母 这么多系统出了问题 它具体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或者说深层次的原因 会是什么 我们看美军战争后 二战以后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始终都是处于一种压制状态 去打击别人的状态 在装备技术那么先进情况下 美军尚且不能打胜仗 那更加装备要不行 美军它怎么打 所以美军对装备技术的追求 几乎是无止境的 那么在这里头 发展先进装备 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电子弹射器 刚才我已经谈到了 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那么除了这种问题 升降机 我改的不是一般的 液压系统的这种升降机 我改的所谓电磁的 电磁的反应非常快 非常敏捷 但是它的可靠性 远不会像液压这么成熟 那么也就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一点 有些问题是不该出的 哪些问题 就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 它甚至厕所都出锅着 这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这些东西 它跟新技术几乎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你再怎么改就能改进到哪去 那就说明在这个施工的时候 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一般的成熟技术的使用上 美国由于它现在 造船工业大幅的萎缩 除了保留一些高端的船舶建造 特别是军用船船建造技术之外 大量的其他的民船技术 都已经淘汰了 所以在这里头 系统不兼容的问题也会出现 从这意义上说 并不是说美国先进了以后 让大家很多人迷信 才认为一切都很成功 好 通过刚才的分析 咱们不难看出福特号航母 确实应用了很多的新技术新设备 但是也许是因为过于冒进 所以造成了福特号 如今已经服役多年 但是迟迟不能形成完整的战斗力 福特号所透露出来的问题 也直接地反映出 美国制造业日泊西山的真实情况 然而遭遇航母窘境的 并不仅仅美国一家 在2022年的8月 刚刚服役不久的 英国最新的航母 威尔士亲王号 在刚刚出港去往美国 参加演习的过程当中 居然趴窝了 航母趴窝到底会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短片 2022年8月27日 英国皇家海军 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 从普茨茅斯起航 前往美国进行为期 四个月的海外部署 主要任务是在美军协助下 展开F35B舰载机 与航母的磨合训练 英国媒体则称 这次海外部署 为一次里程碑式的任务 然而就在起航后的第二天 威尔士亲王号右侧螺旋桨轴 突然严重受损 在英国南部的 怀特岛海岸附近抛锚 报告显示 事故原因在于 将外部螺旋桨轴 连接到推进电机驱动轴的 外部SKF连轴器出现故障 史蒂夫·穆尔豪斯海军少将称 轴和螺旋桨有严重损坏 船舵有一些表面损伤 威尔士亲王号的赴美行程 不得不取消 改由其姊妹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代为前往 好 刚才短片当中 英国皇家海军自取的骄傲 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 新任旗舰威尔士亲王号 刚起航还没走多远 趴窝了 所以我们想请曹老师来分析一下 这种航空母舰 刚起航就趴窝 意味着什么 航空母舰是一个作战的舰艇 但是由于你现在趴窝了 就成了一个拳头 变成了一个靶子 因为本来你是应该出远海 去靠自己的舰载机 靠自己的武器装备 打击对手的 通过争夺制空拳 接着争夺制海拳 现在你走不了 就在英国的海岸附近 趴在这块 所以你不但没有走向远海 你在近海就趴窝了 不但没有成为拳头 反而成为了靶子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你这个问题 出在动力系统上 那你动力系统 实际上不是作战的 它这个是为了航行用的 但是所有的作战的部门 或者说所有的作战的力量 全被你给牵连了 因为比如说飞机 在航母静止的状态下 它是无法起飞的 也没法着戒 那人家航空部门的飞机 全都无法作战 还有一个 无论是你官兵操动的失误 还是说你在建造的过程中 比如说动力系统质量不过关 那么还没跑多久 就发生了这种抛锚的故障 那也说明 就是你的制造的工艺 或者水平不好 是的 这个刚出征就爬窝 刚远行就躺平 是吧 像刚才曹老师说的 动力系统出现了问题 我们看这个英国媒体是怎么介绍的呢 英国媒体说 目前事故原因的可能是 所谓的外部SKF连轴器出现故障 李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是连轴器出了故障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故障 那么海军应该对于英国来讲 是个老牌海军国家 从蒸汽战舰时候开始 它这个所谓的机械输出问题就应该解决了 连轴器不是什么个复杂的东西 就是把主机和它的整个这个大轴 一直到推进去这个系统连接起来这么个东西 这个连接部 对 就这个连接部 这叫连轴器 但连轴器 我记得讲了 从蒸汽战舰时候就有这个玩意 那会儿就有 那它就是一个机械装置 这个说的 它总的造船工业水平退化得很厉害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连轴器的问题 只是它其中表现它的造舰水平 整个退化的一个非常小的 我们讲窥贱一般 明白 那这次连轴器出现问题 像这种问题 在您说来是完全不应该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 以前很早就会被解决掉的问题 但是谁都没想到 作为根本的 你这个动力系统 最基础在船场里面 应该解决的问题 恰恰出现了这个大问题 那关注海军新闻的朋友 可能知道 这已经不是威尔斯青王号 头一回出现重大事故了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为您全面起底 威尔斯青王号 我们探究一下 英国皇家海军 逐渐没落的种种原因 我们来看短片 威尔斯青王号 是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 二号舰 是英国皇家海军 第七艘以威尔斯青王 命名的战舰 皇家海军的上一艘 威尔斯青王号 是二战时代服役的 乔治武士级战列舰的 二号舰 可见 以威尔斯青王来命名 新锐主力舰的二号舰 也是一个传统 1941年 威尔斯青王号战列舰 与胡德号战列巡洋舰 在丹麦海峡 迎战纳粹德国的 比斯麦号战列舰 与欧根青王号 重巡洋舰 威尔斯青王号的前主炮 仅发射一次后 就由于弓弹机构 卡死而压火 在转向的过程中 尾部的四连桩主炮塔旋转机构也卡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胡德号被比斯麦号的炮弹击中 爆炸沉没 半年以后 威尔斯青王号战列舰在马来半岛附近被日本海军击沉 威尔斯青王号战列舰沉没多年以后 新一代的威尔斯青王号 接连遭遇了严重漏水事故和螺旋桨轴事故 无独有偶 其姐妹舰伊丽莎白女王号 也是饱受漏水事故困扰 好 刚才的短片当中 介绍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上一艘 威尔斯青王号和当前的这艘 威尔斯青王号的服役经理 你看两代威尔斯青王号 总是难以摆脱临阵吊链子的魔咒 那么目前正在服役的这条威尔斯青王号 更是漏水事故频发 李老师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威尔斯青王号这条件名 从历史上来看好像并不是那么特别幸运 那么当然和这次的进水恐怕没有必然联系 舰船的水秘问题历来都是个成熟技术 如果你不水秘你怎么能把大轴转起来 那大轴成了进水孔了 那么必须要在它转动的同时 要保证它的水秘性 水不要反渗过去 即便是偶尔渗进来也都是几滴 几滴这样滴下来 它也不会造成整个构造说 说进了多少吨的水 这样进水是不可理喻的 还是同样 机械化时代的东西 怎么到了我们讲的现在的信息化时代 反而不行了 这个恐怕就不是它这个建民 运气不好所能解释的了 我觉得李老师讲的非常对 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是这个现象 但是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其实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那么难道说昔日的这个日不落帝国 它的英国的这个造船工业 现在连这个水秘 它都出现了问题 是工艺上的 或者是是不是造船的这些人才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个英国的造船业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发达的 因为就是英国造航母的这个场子呢 船厂我都参观过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我觉得它在武器装备上 建造的是一个创新型的航空母舰 所以在它的这个舰上呢 新装备 新技术采用的非常高 也就是它比例 所占比例非常高 它可能出故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的工艺 它的技术支撑 它的材料达不到 就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没跟上脱节了 同时也体现了就是整个英国的 它整个造船的技术上的 在世界各国的比拼中 在逐步从零抛者跟人家并肩 可能后面会被人家抛弃 因为从这个小事上 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趋势 或者这样一个现象 说明你的制造业 你的水平在往下走 所以你跟不上新的这种需求 跟不上这种新的这个标准了 明白了 这个一言以蔽之 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现在整个的这个造船工业呢 在走下坡 虽然我们说英国的女王级 两舰状况频出 不过呢 英国皇家海军呢 仍然是嘴上是非常硬的 你比如说先后担任过 女王号和亲王号舰长的 穆尔豪斯海军少将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过 军舰的设计 那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只是新的设计 需要实际运行几年 那么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好了 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 就和您谈到这里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到来 也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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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の信息